雲梯車火鳳凰 高度可以延伸到七十公尺 是全臺最高的雲梯車 全臺只有三臺新竹就擁有一臺 因為他的高度可以到非常的高 那我們主要是他可以觀測的高度 也就非常的高 那他主要的還有在所謂的放水的部分 一樓無法向上前進的話 他也可以直接在我們的中段樓層 直接接水袋進行做搶救的動作 0527新竹東區移動二十八層樓高住宅 發生火災 火鳳凰正有厲害 為什麼當天沒有道場支援 兩者比一比道場的雲梯車最高可以到八樓 但距離事發點五公里新竹高鐵分隊的火鳳凰 可以上升到二十二到二十三層樓高 因為我們評估起德重機 他的吊車除了高度夠以外 他的吊欄負重的程度也比較高 可以同時間再送較多的市民 因此決定請起德重機支援救災 我們大概五點鐘不到的時候 我就介紹說那個消防局一一九的 那個勤務中心來請求支援 馬上派了一百八十個吊車 趕快來請求來先救援 從網友分享的社群照片來看 兩臺雲梯車加上起德起重機 一起救出超過百名住戶 起德機械派駐的吊車一臺 可以抵消防局三臺 一次可以載十人 事發緊急消防局清晨四點多機 扣主北吊車大王胡翰衍 在消防員摸黑進樓 雲梯車及騎衝機雙攻下 十四小時後終於把全輸住戶救援下樓 三地新聞張宇林繼續修早報導